各位網友大家好 現在是9月21日 星期一下午6點05分 開始天黑了 禮行公事 又告訴大家 我的電郵 有什麼新聞查詢 就可以電郵給我 今天 講一件事 一個喜訊 給大家網友聽 承接之前 這個影片上一個 關於英國公立學校 是否免費 我有個朋友 轉介式 不太熟 他也是透過 97年 居英權 來取得 BC 的status 最近 五六年前才過來 他拿了BC 的status 最近五六年前才過來 過來的時候 他兩個子女 因為是小 所以兩個子女都拿 SAR 特區護照 過來 他們 成功地 入讀公立學校 而公立學校是免費的 但是他補充一樣 你跟我說 當時 申請 入讀公立學校是免費的 但是 現在是五六年後 而有一個新的條例 是要經過三讀 才通過 那 有沒有再改動呢 不知道 因為現在這個BNO 給香港人 過來 入籍英國 再三讀通過 現在只不過是二讀都未到 所以二讀之後有沒有改 不知道 所以奉獻各位網友 就是 真真正正看完那條例 需不需要 付費 或者是免費 來讀英國的公立學校 18歲以下 以前他那時候 五六年前是免費的 但是現在 二讀了 三讀了 成為法例之後 持BNO 家庭過來 讀公立學校 是否免費呢 那就 另外再講了 至於 大學 或者 專上教育 又如何呢 正如我 老鬼之前說的 本地學生都要給學費 只不過 本地學生就給9,300 而外地學生 即 overse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是給另外一個費用 那個費用 由九千三磅起跳 讀architect 就貴些 讀醫生又貴些 或者讀某些科目又貴些 我不知道 要視乎你讀什麼科目 就是這樣情形 希望能夠解答到網友的疑問 OK 今天就來了很多個電郵 先回答一下 我有寫下 高小姐 查詢 Joyalston 學校 情況如何 我會遲些回答 陳先生 陳太太 租屋的問題 溝通言語的問題 要不要審查 Credit Score 我會遲些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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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閃先生 應該是 他說在Sale 置業 一家三口 女兒十二歲 他問了很多問題 我會遲些回答 我會遲些回答 張太 又會拍一段影片 希望能夠解答到張太的問題 另外有一位王先生 他說倫敦太貴了 他覺得 漫城 是他的選擇地方之一 他覺得漫城人氣比較旺 還有很多迫軟 希望搞搞些小生意 他說漫城就直飛回香港 另外問些教育問題 另外一位劉先生,這個問題很簡單,他就問我,英國英超超級聯賽的轉播收費是怎樣 我現在立即答你,英國英超是英國人最自豪的一種體育 雖然他拿了一屆世界盃,但英國人是生活的一部份,不講足球的人會很悶 這個就是Sky TV和Netflix,25磅一個月,要18個月的contract Netflix我想大家都有些概念是什麼來的,就是看電影的,很多電影包羅萬有 中國韓國香港甚至乎都有一些好的片,他都會包含在裏面 是一個很大的網台,很多新電影都有看,包含在裏面 另外一個可以看到英超的,就是你加入BT,Britus Telecom 你加入他那個broadband,即是Wi-Fi和電話線,你就享有這個Half Price Big Sports 就包含這個NOW TV,Sky Sport Pass和BT Sport 那就是怎樣收費法呢?我先看看吧 他第一個出來的就是 BT Sport Apps,4個BT Sport Channel Sport Channel和NOW TV Sky Sport Pass TV Box Flexible TV Instant Access to Sky Sport Channel via Now TV App 這些東西,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因為我沒有的 他就說,Half Price for 6 Months, Free Activation, Worth 20磅 頭那六個月呢,頭那六個月呢,就是半價20磅 然後呢,之後呢,就是40磅一個月 那我就24個月的Contract 那第二個Option呢,就少點東西的 就是免費三個月,頭三個月就免費 然後就是15磅一個月 也是24磅的Contract 那另外一個呢,就叫Monthly Pass 我想這個是沒有Contract的啦 那有BT Sport App All for BT Sport Channel 就25磅一個月 就No Contract 可以Cancel Anytime 那希望答到阿劉先生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問我這個問題 那說起英超 其實呢,如果你說不想看那麼多sport 其實你可以去酒吧看的 因為酒吧,很多很多很多酒吧都有英超轉播 就算如果你說不去英超 就算不去酒吧,你可能去一些 club,例如去健康 比你做完健康 坐在這裡休息那些地方 都有Sky Sport 或者BT Sport 所以你就不需要一定要付錢 我一個例子 就像我一樣 我就很... 怎樣說呢 是大賽我才看的 大賽我才看 小賽我就不看 大賽當然是說 Top 6 或者歐聯 或者歐霸杯 重要的賽事 勁類作對打 我才會看的 我通常來說 我會去酒吧 買杯飲 可以喝兩三磅 又可以吹水 又可以看足球 當它晚上出去 就這樣做 如果你說 我想連那杯飲料都會缺陷 更加簡單 由我這裡駕車去 大約是7米路 7米路電油錢來回 又是幾磅 但你去到那裡 去Casino 去賭場 賭場是免費入會 那你假定理不到 那你去看球 沒有人理會 沒有人理會 那你免費喝東西 當然你不是喝貴價酒 例如喝汽水 喝杯奶茶 喝杯咖啡 那些是不用錢的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裡 整晚三幾個小時 看幾場球 甚至乎 從頭看到落尾 看幾場 都沒有人吵 沒有人罵 沒有人趕你走 那你一猴子也不用 那你浪費電油錢 當然 你賭不賭 就你自己 Casino 也算過數 也算過 你進來的 可能也要放下10磅 20磅 這是你自己決定 這是英超聯賽的情況 如果你想自己加入BT 或是Sky 有兩個選擇 而說回英超 以前 這些收費台未有之前 也是BBC或ITV播 這兩個台都是免費的 他沒有說 常常都直接轉播 但他是有播 BBC 每星期六 或星期六 夜晚他會有精華片段 而大賽的話 例如說 萬城對力物譜 可能ITV 有直接傳播權 或者足總輩 ITV 整個足總輩 所有賽事 他買了 他可能會播 直播 即是直播 播出精華片段 以前ITV和歐聯都播直播 後來因為轉播權的問題 被Sky買了 被Sky買了之後 也有播精華 星期三、星期四 打完球 等Sky直播完之後 ITV都會有精華片段 最近兩、三年 一點都沒有 Sky或NOW TV 都不給他 精華片段都不給他 要是自己加入Sky 或是加入NOW TV 或是加入BT 要是自己去Pub 去健身 或是自己喜歡的 可以去Casino 又好笑 歐聯總決賽 最重要的一場 Youtube 可以看 最近 這兩三年 所有 歐聯 總決賽 最後那場 我都是看Youtube的 我不知道如何運作 但在Youtube看 Youtube看 跟Sky一模一樣 高清 很好看 沒什麼問題 劉先生 希望你覺得 我給的資料 有幫助 不知 ITV 或是某個台 因為在英國現在免費電視 有80多個台 叫Free View 80多個台 有很多台是外國台 有講英文 有講義大利文 有講德文 加上80多個台免費 電影台 綜合台 有些 Discovery 那些 電影 不是很新 但也算不錯 也算不錯 有些電影台 有些電影台 有些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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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 沒有裝置Sky 或BT 我自己的 是 跟我的手提電話 一個配件 給我 工作是便宜的 動作 速度 上載 下載 速度都不錯 可以的 好似 一個月 連接手提電話 配件是這樣的 地線 即是Wi-Fi 都給你 Unlimited Upload 和下載 24小時 保證 不知多少個 Mbps 那些 數據 我不懂 我覺得 沒有問題 對我來說 包我一個 手提電話 免費 兩年 換一次 換電話 視乎你換什麼 電話 都不差 另外 我的電話 是Unlimited Call Unlimited Messages 每個月 就給我5G 5G 5G 都足夠 這就是我自己的 配件 我自己 家裏都覺得 是 用得著 不會 不夠 用 我們家裏都很開心 這個配件 我都繼續用 40 磅 似乎你有沒有 打電話去外國 不過外國現在都很少 打電話 用WhatsApp 或者WeChat 40磅 連同稅 連同VAT 希望各位網友 覺得這個影片有用 拜拜